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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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有一個感覺就是 那個讓人動容的電影 就是一部好電影 非常驚訝 震撼 這電影太 對我來說太殘酷了 應該這麼說吧 我幾乎 我幾乎不會為了一部劇情片而掉眼淚 親愛奶奶讓我這個 動容 動容 再動容 然後又動容到 不知道該如何控制視野眼淚 這部電影竟然是我 非常非常感動的 那在心願裡面所有所有的觀眾 我的太太 我們後面觀眾 每個人都錯氣 他讓我想起了很久 我可能死去的父親 或者是我的阿嬤 每個人都在這部電影裡面找到了 一個非常動人的東西 就是 跟自己父親母親或奶奶 最深刻的愛 原來思念是這麼一回事 他是一個把思念拍得非常私意的一個人 的一部電影 真實與虛幻之間的那個銜接非常的漂亮 這個世界上不應該只有 只有那種動作片 喜劇片 那我想這也是電影存在的意義吧 我覺得這個是個非常非常非常誠懇的電影 看的時候就是覺得不只是溫暖 可是也還滿感動的 這樣真摯感人的電影真的是 很很很很很揪心 這部電影是那種每一刻 然後每一個段落都有他 那種可以細細品味的部分 讓你想到家人 讓你想到很多事情 他讓我想到很多跟家人的往事 曲雲林導演有這種功力 哎 這個奇雄林真的是很厲害 謝謝曲道 完成這部電影 親愛的奶奶我非常非常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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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推薦這部電影 非常值得我推薦 很有感覺啊 看到了一個新的希望 五十屆啊 這個戲我希望 他在金馬獎裡面大放異彩 千萬不要錯過 推薦給大家 謝謝 謝謝 姐姐 妳相不相信 有人真的住在電影裡面 相信 謝謝 媽媽 菜 小燕姐 老师 公主 李妖你後面亂來 不死你自己 你要干嘛啦 你辛苦了 真搞不懂 他到底是谁聊人 奶奶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好像都习惯了 在心中藏着一个秘密 你已习惯什么都不说 默默承受 让我可以任性的 像个长不大的小孩 要不要坐飞机啊 你再小心了 你每次拜我都很小心的 那我回来咯